唱歌琴当中饰演的又是什么角色呢 大家好 我是周深 我在唱歌琴当中饰演的是歌 就是唱歌的那个人 草儿是啥 小声点 我羞耻 甜甜蜜蜜小白粥 唱我一口 明明明 深深夸撒老师 看着我的眼睛夸 太难了 大家夸你相貌 你都已经听习惯了 没有人夸跟我下 周深谐音梗双标现场 听到别人说 他想原地消失 自己却把梗玩烂 众所周知 周深同学 一直是一个5G冲浪少年 对于各种网络热门语言 更是信守烟烂 不叫受不了吧 就是其实是不太理解 那土味情话我是不太理解的 谐音梗我觉得挺好的 我自己也蛮喜欢的 周深真帅 你礼貌吗 就是想承认 知道他是假的 但是很想承认 在之前的采访当中 周深以超快的速度 猜出了当时比较流行的 卫一梗 之后还不忘喊话 媒体老师更新谐音梗的模样 别提有多得意了 其实周深对于谐音梗 还是蛮双标的 我最担心 谁会最担心 这些内容被公开 最担心当然是我呀 那是我的手机相册不是吗 当然是戒掉吃零食 因为戒掉手机我真的做不到 我有试过 做不到 那戒零食我有试过 在前几期令人心动的offer节目片段当中 在老师说完谐音梗后 周深的表情真的绝了 当时肯定有许多网友以为周深很讨厌谐音梗 但是如果当大家看到周深自己玩谐音梗的时候就不这样想了 周深对谐音梗是真的双标 有人说谐音梗我就真的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一旦自己兴趣上来谐音梗就能玩出花来 在选秀节目当中 邓超上台表演舞蹈 宁静示意大家看邓超内心的张力 没想到周深直接来了一句 超哥的内心居然不是孙力 超哥内心的张力啊 超哥的内心居然不是孙力是张力 要被周深笑死了 跟一个泰国女孩说谐音梗真的就很离谱 除此之外 周深曾在新手驾到幕后花絮片段中 一连的为大家展示了好几个谐音梗 正在吃饭的各位突然玩起了谐音梗 小鬼的一句梗任贼作妇 周深马上G到了其中的奥妙 直接来了一句互相伤害 亥想砸地 激动的周星星都被枪都出来了 简直太搞笑了 周深的性格真的绝了 可可爱爱实在是太惹观众喜爱了 期待周深事业全面开花 这样就能看到更多面的周星星同学了 在综艺这一块 爱追综艺的友友们可以永远相信芒果胎 虽然它是有点狗的 比如哥哥姐姐们的赛制很难看懂 又比如女儿们的恋爱情节反复再反转 但在策划上 它还是一点毛病都没有的 而且后期老师太强大了 前期嘉宾出事了 后角节目还能如期上线 更重要的还是芒果能在综艺界有一席之地 跟它的全能分不开 做了选秀搞得来经营 现在音乐综艺这一块 在我是歌手之后又捧出新的IP 批哥 而在批哥总播放量58亿之后 平台又官宣了一档新的节目 国风唱将 在座音宗素人为主 周深张一新被邀请 10月中旬平台就发布了求贤令 开始录制筹备了 与以往的明星唱跳不同 这档新的综艺主线是素人 他广收选手和设置了导师团就能看出 这样的模式有好有必 好事能打造出新意 必是不能自带流量 选手的热度比较低的话 导师团就要请高能点才是 我从不怀疑芒果的请人能力 这次他的你要嘉宾阵容同样是很强势的 周深和张一新作为新生的歌坛力量 前者专注于唱 梦幻嗓音是他的绝杀 他的歌声当中的共情力是天生的 与毛不易是一样的 一开口就能被带入到环境中去 最近为胡珠夫人演唱的歌曲 已无旁骛之吻 OST小能手了 后者是唱跳舞相出身 带着自己的一腔热血 回归发展事业 他的标签是猛烈 是力量 比起唱歌 舞美是他的厉害之处 新生力量就请到了当红的 前辈方面则关注到了 王力宏 谭维维 双高能的实力歌者 此外 名单上还有大家熟悉的大张伟等人 在专业度方面 导师团的推荐还是在线的 题材是国风 精致做宗 超感动 嘉宾选手在邀请之外 作为一档节目 初衷是最重要的 而这档国风唱将 主打的是国风新潮流 把流行的音乐和中国文化相结合 创作出一手手动人的旋律 中年选秀明明是人气 但做舞台的时候 芒果还是倾尽全力 上山下海的 可见精致做宗是他们的标准 而这个题材既然在内地选拔 就一定能够做好 因为土生土长的概念是不会差的 创作人并非是没有的 只是目前还没有被寻找到罢了 那么就一起期待这档综艺的上线吧 四年了吧 我为什么一直没有换 因为我不知道该换什么头像 但有一天他们就不停的跟我说 要换头像换头像 我就说行吧 然后就一开始换了一个只有字的 他们就说那个字太小了 那我就放大了 然后他们又觉得那个黑白字不及 然后就换吧 然后后面就换了一个比较好玩 就套了塑料袋的 他们就说那样会让很多小孩子去模仿 对很不安全 就真的是做人好呢 你做什么他们都不满意 很难去取悦粉丝宝宝们 对不对 对对对 那你今天有什么话 想要对你的粉丝宝宝们 杀滑我 杀滑我